平川说冷静天天亮不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KQ的非洲流对抗 本场对抗FKQ开局又要搞事了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图选择的是EI回音岛 出生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人组IDFKQ大Q神 又要玩骚套路了 好我们看一下开局FKQ直接敲了一个民兵过来 又要偷偷摸摸挖地道造塔了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亡灵ID叫帅哥小调 那同样版本用的还是1.27 所以屏幕有点拉伸 请大家慢慢适应一下 好看看双方的一个开局 亡灵的话家里很早就放下了坟场 难道要用传说中的蜘蛛流了 好我们看一下FKQ双敲祭坛 首发的是血法师 那首发血法开局拉了个民兵 又偷偷过来挖树 那肯定是要用炮塔来偷袭对方了 当然我们看一下亡灵这边 小狗的话是在这边挖树 两个人总会不齐而异 这个时候血法师必须得第一时间过来处理一下 把这边的小狗赶跑 不要在这里挖了 再挖的话两个人可能就转角欲见爱了 好我们看一下血法师马上走出祭坛 家里的话还在疯狂的补农民 亡灵这边的话选择的是DK的一个首发 分场很早就做好 等一下的话可能就直接转蜘蛛了 好我们看一下血法师来了 没有炼击直接过来 然后这个农民在挖树挖的稍微的有点慢 但是这边的树已经被小狗挖完了 我感觉FKQ这一局的挖地道 好像会遇到小困难 好这里三条小狗 我们看一下FKQ的话 视野暂时看不到对方的小狗 但血法师过来还是要过来看一下 哇这挖树挖的是真的快 血法师一看不能再挖了 再挖了都暴露了 赶紧把这三条小狗给赶跑 放火一烧 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火把对方给烧跑 这三条小狗 还是很听话 换个方向再来一次 接下来血法师完成任务 带着DK逛街了 走走走 来来来 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DK饿菜不去的 妈妈说不要跟陌生人出门 回头一看对方又来了 说好讨厌 赶紧把对方给赶跑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农民还在挖树 但是这里的树挖的太多了 看看这里照两根泡的 能不能A到这个基地 好血法师继续右拐一下 这个DK DK还在追 追到哪里去呢 我再追 我再追 突然觉得再追下去 好像也是没有什么意思 赶紧回家 家里的话 现在 还是出小狗 暂时还没有出蜘蛛 那你这个坟场 做到那么早干啥 这里多造了一个小师生 万一农民杀了一个 还有机会 重新补上 这叫一倍一 看一下血法师 天黑买鞋买单船 又要过去侦查一下 主要是不要让对方 发现自己在这里偷塔 是吧 看一下DK的话 这里买了腐蚀之地 他想开矿 开不开呢 但是你现在 已经升二本了 好 两个人又不弃而鱼 哎 DK本来想开矿 赶紧来血法师 来把血法师给赶跑 心想 这个血法师 确实有点烦 但是你追半天 好像也不带 也追不到他 对方很有邪 你还没有邪 那王林觉得 哎哎哎 很犹豫啊 到底要不要追 是吧 本来想开矿 但是对方就在旁边 矿不太好开 我们看一下 飞游这里 也没有开始造塔了 还在挖 挖完这个 如果可以造塔了 再挖下去 可能就要挖窗了 这边把一个小绵羊干掉 找两个骷髅呗 哎 找两个骷髅 这个血法师 是真的调皮 过来搞一下 过来搞一下 家里的话 FKK二本马上升好 王林的话 二本稍微慢了一丢丢 好 王林接下来的话 应该是要练一下 这个333 333一练 然后回家搞一波 是吧 血马师 好 又在这里蹭来蹭去啊 王林DK 打了个什么好的装备 看一下 哎 捡一捡捡 这里在操作家里吗 加速手套 一不小心看见了 FKU的话很谨慎啊 没有怕冰塔打到 走的还是非常谨慎 没有冲过去 我们看一下 王林的视野啊 会不会发现 对方有在偷他 好 目前是没有的 没有发现 这里小狗回家 好 这条小狗 哎 这条小狗感觉要立功 哦 还是没看见 哦 看见了 哇 看见了一点 王林反应过来了 好 看见了啊 刚才的话 走过是一个小狗 走过 看见了 这里有东西 那赶紧把这边的树 给挖掉 王林发现了 雀儿果然有塔 王林这个眼睛 还是很细的啊 那FKU腿了呀 我 布局了一万年 挖地道偷塔 结果被对方给发现了 啊 这问题还是出在一开始啊 小狗这里挖树挖的太多了 那这一步的话 王林也是冷下吹身冷汗呀 这要是没发现 家都要没了 好 王林赶紧在这里造满借助 嗯 提供一下视野 好 这个小农民 哎 你这还敢过来 好 直接带走 血马师 心想 嗯 布局一万年还是没有成功 那要换打法了 好 过来直接是练一下雇佣兵 练完雇佣兵 练个分框 开个框 王林现在奥本生好 补了一个屠宰场 后面的话要出盒子 这边俯视地 分框还是开吧 二本开框 第一本的话暂时没有时间 好 然后跳三本 FKQ的话 也是速身三本 这两个人的话 练的打法都差不多 前期的话 一个人在手架 另外一个人是疯狂调戏 然后FKQ的计划被发现之后 双方二本也已经好了 马上练分框 看看开个分框 值不值 现在双方打了将近七分钟 英雄的话都是一级二级 等级都比较的低 血法师过来 把自己的分框给整掉 然后顺便炸一下这个五级的蓝胖子 抽个蓝 舒舒服服 另外一边 王林的话 也是终于当二级了 不容易 这边又是攻速手套 双攻速手套 这个DK的 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得会非常的快 好 练完分框 直接开分框 科技的话三本即将生好了 生好了三分之一 还有点小距离 这边造了一个牺牲深渊 然后面应该是要出阴影 或者是出冰龙 这边血法师 有没有隐身买一个 好 买好了隐身 隐身 无敌 安排一步 家里的话 农民并没有第一时间开矿 而选择的话 回家继续干活 踩木头 王林现在是开着分框 当然自己开分框 肯定要去对方分框看一眼 是吧 那血法师来了啊 这一波看看能不能 烧五个农民 对方家里的话 冰塔造外了 往里面钻进去 哎 战后位置 放火一烧 居然被你干进了 狗屎运 又在打自流 欺骗对方 这一次的话 欺骗的也不是特别的完美 杀了一个农民 这一波 对方反应过来了啊 拉开农民来 那小狗追过来 确保是现在三级二级火烧人的 二级火 二级的火烧人能力还是比较的强啊 一个小狗干掉 两个小狗嘛 哎 哎 干掉两个小狗 一个农民 身上的蓝不够了 直接单传回家 哎 DK来了 要不要炸他一下 好 王林打的还是很凶啊 小狗想冲加 结果FKQ家里的话 已经有两根塔了 有点难 这一波打完 双方的一个局面 王林 三本 但是有两框 马上双框啊 双框马上盖好 两框打单框 FKQ目前的话 就是稍微的打的比较灵活一点 优势方面没有多少啊 情况现在有1600 王林现在的话 家里啊 疯狂的升塔了 确实这个血法师 玩得有点深处鬼没 家里这个防守 必须坐到位 FKQ是骚扰完 练一波 骚扰完 练一波 这里练完一波 然后又可以去骚扰了啊 王林现在好 分框农民赶紧补 补框的话 三本塔赶紧升 这边DK暂时二级 不太敢出门 被血法师搞得 确实有点小害怕 好 血法师四级了 DK才两级 FKQ的话 就形成一个 无形中的威射啊 搞得别人不太敢走 好 直接买狗地了 王林是直接 三本出兵龙 FKQ接下来怎么玩呢 现在暂时没有造施救龙 也没有造车间 但是看到铁匠铺 早早安排好了 应该还是要去 转这个坦克 飞机之类的啊 血法师现在是 4.2级左右 离5级还有点距离 可以再刷几个点 目前王林不太敢出门了 确实被打得 有点畏首畏尾 刚才一波 投塔下受一身冷汗 幸好发现 后面的话 又打字流 烧农民 真的有点吓人 好 这里拿一个小狗 还是要去看一下 对方有没有投框 FKQ是趁对方 被吓得一身冷汗当中 赶紧验击 血法师这一波的话 4.5级了 打了个闪电盾 王林 我还特意过来 看一眼 这里有没有农民 偷塔了 哇 真的是一招被手咬 十十年怕精神啊 然后呢 这里贴着树走 看看有没有偷塔的 小狗过来侦查一下 没有开框 好的 那FKQ又来了 分框再搞你一波啊 分框现在升了两根塔 但是这些塔的位置 稍微的有点偏 要不要放火烧 既然是正面过来 就不放火烧了 把一个农民给搞死 站好位置 可以A一下 对方的框盖子 这边小狗 随时侦查 不让你开框 王林这边看一下 好 直接出冰龙 双脉弓地 出冰龙 FKQ的话 无邀 走出祭坛了 FKQ看这里 能不能打一个 经验之输 好 没有 这张地图 1.27版本 那还是有经验之输的 这里看看这里有没有 刚才打了一本 知识之输 我要经验之输 家里三本身 好 FKQ还是选择三车间 看是爆飞机 还是爆坦克 一般可能是爆坦克 但这一个地图的话 稍微不是很完美的话 是没有这个飞艇 买不了飞艇 好 这里有没有 感觉不用经验之输 也能够到5级了 有经验之输 更好 没有的话也行 亡灵想练 过来一看 已经被对方 节足先登了 亡灵是真的打得 有点畏首畏尾 他是觉得 三本一波 把他干掉 1.27版本的冰龙 还是很强 刚说完 果然经验之输 还是到手了 血法是5级了 那5级血法 家里这边 有没有开始出坦克 还是要出坦克 人口现在才30 赶紧补 2000块钱 亡灵现在的话 不太敢出门 怕被骚扰 他就憋 亡灵 挂机大法 在家变身归仙人 我归到100人口 把你给重了 现在看一下 这个攻防 好 再提 血法师的话 衍山 来了 来了 这一波 看看是搞分框 还是搞主框 分框的话 塔稍微的少一丢丢 但现在的话 有两个英雄 再守分框 主框这一边的话 其实也能搞 也没有出阴影 亡灵 有这个东西 好像没有出阴影 亡灵是转得打空军 天鬼 冰龙 好 两英雄刚走 对方是判断 你刚才我搞的分框 应该是搞主框了 结果FK 哇 5农民 全倒 这一波大转特转 单传回家 一把火 5个农民 亡灵 还要憋吗 再憋下去 未来都会变没了 冰龙好开始出了 FK 现在坦克 一攻一防 三尺尖 爆坦克 确实有点吓人 血法是再一次延伸 那这一次的话 看看能不能来一个 梦幻联动 竹框 分框 同时进攻 这个时候 你这一把火 估计又可以 烧5个农民 好 这个亡灵 已经变成 进攻之鸟了 FK 提前的话 用塔撒一下反应 看一下对方 有没有阴影 一看 没有阴影 开心 冰龙已经出来了 我血法是过来 找个机会 又可以放火了 这里坦克 也已经开始发车 这里等坦克吧 坦克 主框进攻 分框进攻 然后主框 就可以烧 农民烧死 对方没反应过来 我感觉FK 这个打字 骗对方的战术 越来越不成功 反正 反而会骗对方 让对方形成警觉 每次打字 骗都没成功 刚才也是 反而刚才 这里一把火 烧得爽 当然这一把火 是三级火 刚才打字的话 是二级火 好 看一下 王林的话 现在继续出兵龙 那分框 坦克进攻 王林所有的助力 在分框 那主框 就可以放火了 西法师 已经等候多时了 刚才一把火 五个农民 这一把火的话 估计也有五个农民 好 放火一烧 果然五个农民 再一次全部倒下 FK就大转特转 那现在王林 你守着分框 主框又被搞 三坦克 拆夹能力 确实抢 四坦克 冰龙来了 冰龙刚才 那个什么吐蟹 已经生好了 BK暂时没有到三 看看分框 能不能守住 主框 坦克也在进攻 哇 三级火烧架 是真的猛 瞬间塔全部处理掉了 那现在王林 尴尬了呀 部队的话 别人不跟你拼正 就跟你拆架 宽狗 把对方 哎 这个坦克还差一丢丢 王林的话 好 哎呀 这里没有看见吗 还有两滴血 喷喷一下 最后喷掉了 然后回主框 守家 主框 也面对那么多坦克 三射箭爆坦克 确实有点吓人 三本基地能不能保住 上来 哇 血怕是已经六级了 三级火一烧 四条小狗 一色血 一色血 盒子 有没有奶回来 好 盒子把它给奶回来了 四条小狗 差点阵亡 FK给我一个TP 这一波王林 吓出一身冷汗 还是把自己的家给守住了 应该说 确切的说是三本基地守住了 这边 宽盖子没了 分管还有宽盖子 人口有没有卡住 人口已经卡住了 农民补不了 那没有办法 FK给我的话 坦克大军继续进攻 现在是两攻一防了 分管再开 明明已经把这个小狗给干掉 那王林 不能等了呀 要直接主动进攻 被动防守好像没有前途 我想主动进攻 搞一下对方 血法师再一次延伸过去 六级血法 巫妖 才一级 哎呀 这一局王林确实被打怕 不太敢出门 没怎么练及 拆拆拆 真气急汽车 坦克又被打掉了 冰龙打坦克 确实还是猛 那血法师这里 又是如如无人之境 放火一烧 王林现在的话 卡仁龙 没啥钱 主矿的农民派到分管 分管搞一波 终于有农民运营了 这类疯狂的在拆 坦克又给你拆掉 冰龙数量一地成一地数量的话 打这个坦克还是比较好打 接下来就看有没有机会拼正面了 血法师一个人 先把对方的三本基地给拆了 但是这个狂狗攻击的速度还是比较的快 血法师赶紧走 这里又有坦克 主矿 两辆坦克加一辆坦克 三辆坦克 血法师勾引地方的小狗 然后坦克又绕过去了 这一波亡灵 是不是要对拆一波 不行了 再被动防守 游戏体验很差 我要主动进攻 上来先拆FQ的分框 然后再拆一个主框 这里有三条冰龙 乌鸯马上到二 DK马上到三 DK已经三几半了 刚才拆坦克经验值确实也得到不少 这次三辆坦克 要不要回程就一波呢 王林身上的话 看看有没有TP 暂时没有TP 没有TP就是对拆吧 FQ现在的话 好 FQ要拼正面了 出飞机 对付一下对方的一个冰龙 你要不拼对面 觉得会觉得对方 你就是个猥琐流 我拼过正面 我也不把你给打赢 正面 牵制我都能赢 雪法师现在六级 火凤红直接招出来 准备好引敌啊 飞机速度是真的快 两攻一防 三车间爆飞机 刚好看见对方来了 飞机往前冲 雪法师也赶回来 飞机那么多冰龙 就是经验值啊 火凤红一来 冰币敲出来 这边的话 DKC来不及了啊 火凤红的输出 确实给力 然后冰币直接围杀 这个二级的一个巫妖 这一波PQ大获全胜 马上就要七级雪法了 DK升到了四级 冰龙一丝血想跑 冰龙没有排面啊 被飞机 被火凤红打的真的是 满头是宝 雪法师想撤 好冰龙全倒 DK想撤啊 雪法师J 雪法再打下去都快八级了 对方打出积极 我们恭喜FKQ FKQ这一次啊 又是打自流诈骗对方 没有成功 但后面的话 双方实力差距还是有点大 我们再次恭喜FKQ 喜欢本庄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